剛剛同學選的是這個Sharkwave 3D虛擬桌面 我可以問一下為什麼你對這個特別有興趣嗎? 比較不一樣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像我現在開了很多 很多應用程式有沒有 這些應用程式我是不是開了很多 各位現在 其實我們在 不管你是在 自己的電腦上工作還是在手機上工作 或者說 學東西 你現在有一個很大問題是什麼 不專心 各位有沒有覺得 現在不是東西太早 現在是東西太多 一下子那個朋友端一下 一下子那個朋友 端一下 你會不會分心 會啊 比如說你現在在看書還是你在 在寫報告 然後就 因為你FB也開著 Line也開著 不然不久就端一下 然後你連上個洗手間 他也來端端端端端就想了 請問 你隨時處在被打擾的時候 你會專心嗎 很難對不對 所以 這個虛擬桌面 事實上 虛擬桌面的 這個功能 在早期 我讀大學時代 Linus上面早就有了 Windows是比較後來才有 Win10之後 內建就有 Win10 所以你看我切換給你看 真的有沒有 在這裡 在下面 因為這個我把放大給你看 但是在這邊 在右下角這裡 右下角 有看到嗎 右下角有個 新增桌面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這邊 已經有沒有 中間一跟中間二 有看到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開了很多應用程式 如果我 增加了一個 我到桌面二 你有沒有覺得我 桌面好像變比較乾淨了 所謂的乾淨不是說 桌面圖示不見 而是什麼 我的應用程式 在第二個桌面這邊就是空的 在這裡就是空的 我應該給你看一下下面 就是我下面這邊已經 沒有那些應用程式打開了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那些朋友在那邊 你只要開靜音就好了 那就管他的 我做我的 對不對 這個叫做 這叫虛擬桌面 那這個是Windows內建的 這是Windows內建的 如果你不要這個桌面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稍微打個叉叉就沒有了 打個叉叉那個桌面就 消失了 但是 Windows他只做一半 所謂的只做一半就是 他只有這個功能 只有這個功能 那個 加化 要 他只有這個功能 他沒有 應用程式的一些管理的功能 所以這樣 變成比較不方便 那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 要介紹的這個 叫做 Sharp wave 比較乾淨 連桌面圖示都省下來了 我還可以切到第3個 切到第4個 有4個桌面 有4個桌面 那你隨時呢 那我怎麼看得到 在這邊 因為這個比較下面 所以可能 我不知道 有有在上面看 有沒有看到這有個4 我已經切到第4個了 那這個都有中文 都有中文 所以呢 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應程式 我想要 你看這裡有這個窗口1234 在上面這裡 有窗口1234 對了 今天我們所介紹的軟體 都是免費的 都免費 那你可以在哪邊下載 可以在這邊 我先回到第1個窗口 來 好先回到這邊來給您看一下 你如果要下載我們今天所有研習的這些 軟體的話呢 你可以從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檔案 右手邊 1Note右手邊 這裡打開 還有更多 這樣都看到了 右手邊這裡打開就可以看到更多 當然你也可以到它官方網站上去看 也是可以 那我大部分都是放在那個雲端硬碟上 所以絕大多數都是不需要安裝 解壓之後就可以用 那我回到剛剛這邊來 就是 如果你的這個 桌面的部分 好我現在有一個 那 我現在呢先到第2個 這裏也可以 手動切換 好 我就來這邊管理一下 你看 它也可以這樣切 好 這個 Windows 7以後就有類似的功能 應用程式切換就有類似 只是它是虛擬桌面切換而已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看到4個桌面 有的嗎 所以我切到這邊來 如果有某一個 比如說你看這裏有一道窗口管理員 比如說我剛剛在這邊 我已經把 這個 我還是 這個好了 我想把它拉來 第二個窗口 你可以說應用程式的管理 因為我可能已經 放在這裡的 可是我發現放在這裡 會干擾我 還是 有 另外一種情形就是 我今天我要寫報告 我把跟報告相關的 網頁也好 文件也好 都開在一起 然後呢 跟同學聯絡我用這一邊 寫報告用這一邊 這樣會不會專心一點 會嗎 當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那些都不要開 給你一個 純淨 不干擾的空間是最好 可是如果你一定要開 至少它不 因為現在就算沒有聲音 也會在那邊閃閃閃 請問會不會干擾你 也會啊 也會干擾你 可是你又一定要開 那這個時候就是 等你有空的時候 再回來這邊看 你看喔 我把它移過來之後 你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確定 你看這一個 這個有沒有搬過來了 我的新制圖就已經搬到這邊來 我原本的第一個桌面 那邊就沒有 沒有新制圖了 這樣有了解了吧 所以其實這個對於大家 你在 使用電腦的時候 給你一個比較 安靜的空間 專心的空間 這個是蠻有幫助的 那這個軟體呢 都是不用安裝的 都是不用安裝 解壓縮之後就可以直接用 那你不喜歡的時候 你把它關掉就好 那我順便問一下 請問 我如果有應用程式 已經放到其他窗口了 假設我把這個 虛擬桌面把它關掉 請問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覺得如果把這個虛擬桌面就關掉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打回原請而已嗎 反正你本來就一個桌面 就通通回到第一個桌面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他 不會說因為你把這個關掉 然後原本 應用程式在這裡 就怎麼樣 他就自動把你關閉 沒有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啦 Windows 10以後那個虛擬桌面可以增加很多個 那在這邊這個是四個虛擬桌面 但是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你還是只有一台電腦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開很多應用程式 它還是會變慢 還是會變慢 所以 只是說他幫你稍微分門別類一下 讓你要專心的時候呢 可以比較專心的去使用它 OK嗎 這一個 好